當你身處在一個看不到盡頭的車樓當中 難免會深深浮躁和佩感絕望 唯一的方法就是落高速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當我偽然離開高速來到這條鄉間小路的時候 我有點不太相信我現在走的這條路 可以這麼平整、漂亮得這麼教官 雖然大陸這幾年花了很多資金和人力 在鄉鎮的基礎建設上面 真的沒想到這麼高的標準 在我當領隊的時候,你不要有一條這麼漂亮的路 你有一條凸凸凸凸的水泥路都不錯了 路差一點的時候,就近乎於半月夜的狀態 以前坐在旅遊大巴最後面那排被拋起來的那些團友 個個都笑奇奇說自己好像在海人公園坐海盜船一樣 現在沒得坐咯 無名小路走到盡頭,就接上這條江南大道 在一個這麼荒涼的地方,右手邊有一個孤零零的樓盤 新城金月江南,均價就八千元左右 我看了一下它的設計,就比較是江南圓林水鄉的那種中式風格 可以說跟這條這麼漂亮的江南大道都幾相襯 不過周圍又真的什麼都沒有 來到這個轉陪位,右邊有一個很漂亮的西洋建築 它是嘉兆業的萬宜酒店,也就是萬豪酒店集團旗下的country yard 其實很適合一家大小過來度過周末 但很可惜的是,這間酒店在今年的年中正式結業 酒店的環境可圈可點,無論是房間、設施和餐飲的評價都相當不錯 由於疫情的原因,客源大減,真可惜 我希望以後通關之後,它可以開一開 過了這個限高位,前面就是薄羅大橋 在我現在橋下的這個位置 一到晚黑擺攤,那些人就會燈火通明 是現在的年輕人很喜歡的露營式夜市 現在就來到薄羅大橋的中心位置 正下方就是我們很熟悉的東江 這條橋在晚黑著燈的時候 從我剛才說的那個露營夜市的位置 吹著江峰喝杯手打的檸檬茶 看著江峰也很寫意 看見那些人是肯定寫意的 但等橋通車的那些居民就真的要等Spring 我印象中這條橋好像建了六七年才建好 這些是否叫萬公出細火 雖然我以前來過薄羅都好幾次 但這條路我也第一次走 當地人會習慣把河那邊叫衛生城區 其實我覺得這裡也算是新城區 因為薄羅縣的中心在右邊 就是我們所說的羅陽 羅陽人很認識那日子 好像橫河佬、肥婆這些宵夜檔一樣 整天都爆棚的 找個位都爛 開到山間半夜 這就是衛州小城的夜生活 但很可惜薄羅這個地方 在衛州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存在感 打個比喻 你去度假的話 不是去龍門鎮溫泉 就是衛東行沙灘 或者去衛城礦一礦 和淡水玩一玩 如果你說去薄羅 人家就會問你有什麼玩 你只能遙止西北 遠處是非雲凍天 此是道教聖地羅房山 在一條大橋北路都開了幾分鐘 可以說見得到的馬路 城市建設和陸化都做得相當不錯 剛才看到路牌指著左邊是數碼路 就不是那個數碼路 我以為它是做一個IT一條街 後來查了一下原來有一個遠望數碼城 即是深圳華強北的那個遠望數碼城的分店 現在廣東省很多地級的市藝院 都很喜歡把資金資源傾斜去當地的產業 而不是好像以前一樣 一味堆去房地產 最終的效果怎樣 這樣就讓子彈自己飛一會 這段路上的博羅院城的所見所聞 給我的印象不錯 可以說用耳目一聲來形容 由於時間關係 開了個零小時 來到龍門和博羅交界 這裡是宮莊鎮 我以前從來都沒來過 根據導航顯示 旁邊有一個龍田和一個河仔 開了這麼久 就過去生生懶腰散步 現在連這些村路都是水泥路 前面有一間木材廠 不知為何我一看到木材廠 我就想起港產的景匪電影 覺得真是危機四伏 景匪就肯定沒有 但前面這些樹就真的有危機了 這些又高又幼的樹 我們叫畜生安樹 簡單點說 就是一些迅速生長的安樹 而不是字面上的畜生 這種樹一年就生十米 不用過三四五年就可以鋸 生得好看的就拿去做傢俬 生得不好看的就拿去做紙 或者做筷子 所以在南方 特別是港西 有些人會棄稱它為搖前樹 前面有一個我都不知道叫什麼名的小村莊 和你屋離看起碼有些年代 現在的村鎮居民的生活 真的比以前好很多 很多村屋的門口都停住自己的小車 十幾年前在這些村鎮 你要看到小車真的不太容易 電單車和三腳雞就見得多了 即場戲我都要多說一句 這條《無名小村》的路都可以這麼漂亮 難怪現在這麼多長輩都說想回農村養老 在路邊跑了車之後 就過來舒展一下筋骨 以及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這裏都有一條幾個別致的《無名小河》 可能現在是汗季 所以水位都比較低 剛才經過一個水位標尺 忘記拍下來 我懷疑這裏曾經是發過大水 浸過外面的馬路和旁邊的村莊 因為那個標尺 黑著三個黑道 前面那條石橋也挺漂亮 那三個黑道當中 有一個是叫最高水位 那個最高水位已經在馬路上面 和我這麼高這麼大 如果下大雨再加小河的渡館 水位會升得非常之快 在我們台風大省廣東來說 這些很常見 所以一發現水位升得很快 就要立即切離去高的地方 穿過一個小樹松之後 就闊然開朗 有大家最喜歡的田園風光 我在香港經常聽到 Uncle Auntie 說 想在廣東的農村 剩下地 種下菜呀 養下雞鵝鴨 那樣 而這裏有個村姑洗衣 以前流傳一種說法 說村姑博衣是很性感的 旁邊還有一個陳伯 在那裏撩著洗衣的村姑 那個場面 不用這麼經典 好像粵語殘片 但剛才我仔細看了一下 人家不在洗衣 在洗其他東西 說回性感的話題 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村姑博衣的性感的項目 在哪裏 是博衣的性感嗎 還是以前的農村青年 寮女生的回憶片段呢 右手邊這些一粒粒的 就是我說的這個畜生安樹 但現在也有人說 它是絕子絕酸樹 因為它生得太快了 對土壤的影響和地下水的破壞很嚴重 所以現在大陸這邊 不是說隨便就可以種這種樹 特別在廣西那邊 經濟作物 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 眼前有兩棟獨棟的鄉郊別野 右手邊還有一望無隻的田園 說你都不相信 其實香港和深圳依然有田地的存在 即是地方比較小 知道有人不多 以前帶過一車 小學生團園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同學 就看著岳面的田園 阿金領隊哥哥 你看看我們右手邊很多韭菜 我一看過去 那些不是稻谷嗎 不過不懂也很正常的 我小時候那時候 不是一樣是五谷不分 梅爾加在荔枝林裡 發現了一間老村屋 這種屋現在在農村 都不是很常見得到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瓦片 還保持得很好 這種在田邊或者樹林邊的一個 單獨老村屋 不是作為一種主要的居住功能 而是讓早上耕田的人 終於有個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又或者是快要收成的時候 盯著自己的勝利果實 而不要讓人有機可乘 見到這些乾柴 在門口駕駛煮飯仔 想到都香噴噴 走出這條馬路 看到一個類似車站的東西 我猜猜它已經荒廢了 但眼前這個Tick 就很容易被我聯想 在宮崎進動畫裡面 龍貓那兩姊妹在等車的場景 第二天起床 就被人一腳咬醒 說想吃早餐 那我在街路就發現 這個增成正果的傳統雲餐 就很多人吃 就這間了 不要選了 在外面又看不出 裡面都已經坐到滿了 看一下價目表 普通的雲餐麵分三檔 8元、10元和15元 這個價錢說真的不便宜 因為我在東莞最喜歡吃的幾間雲吞麵 都是8元、10元、15元 所以說在四、五線城市的鄉村 生活的成本並不低 特別是你沒有二、三線城市的收入 即是我搞事這樣說 在深圳的城中村 例如沙遠小吃這些地方 一個雲吞麵都是10元到 當然這個前提是不考慮好不好吃 和足不足料 我對上一次吃正果的雲吞 起碼有10年前 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做領隊 間店的生意真是好 你幾個阿姐在那裡騰出、騰入 都沒停過 拿小兩個雲吞麵打包 10元的 幸好這個落單講廣東 我是沒問題 我幾經用到我那些半淡半淡的客家畫 嘩,這個哥哥拿了整條蒸籠過來 裡面全部都是蒸餃 蒸餃可以說是沙遠小吃的靈魂 深圳很多城中村的打工仔 在沒錢或者省錢的時候 都是靠吃蒸餃來度日 現在老闆娘忙到連雲吞都做不及 近距離欣賞一下老闆的手藝 老闆娘打開鍋之後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有些不祥的預感 這麼多雲吞放在一起 有它自生自滅 因為雲吞是一個很脆弱的食材 煮的時候短它就生 煮得久它又爛 不過再相言相 我也可以理解老闆娘 外面整村人在等開飯 你如果一個一個這樣煮 真的太陽下山你都煮不完 我又開始有些不祥的預感 看來它的雲吞麵應該是五分鐘 那個小姐也很害羞 不幸避嚴重 不幸避嚴重 沒有分裝 我拿回去吃 只剩五成功力都不錯 不要緊 酒店就在附近 九秒九 衝回去拿給老闆娘吃 吃完雲吞麵 在酒店睡回龍覺 起床又出來找飯吃 即是好像養豬一樣 本來想去農莊吃飯 但我們想訂過家 今天被人包了 於是就過來這間 陽光中天酒店吃飯 說回早上那碗雲吞麵 其實味道都OK 只不過那些雲吞和麵 就黏在一起 像水泥坨一樣 浪費了我的晨早起床 這間中天陽光酒店 都好歐式 十幾二十年前大陸的民間 對這種歐陸的裝修和建築 真的可以說是趨之若無 進來的酒店大堂 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好像深圳的維亞納酒店 這間酒店 會不會是當地最豪華的酒店呢 我看了一下 大概房價是兩百多元一晚 如果是閒逸的時候 才一塊水出頭 不知為什麼 它大廳不開 被迫著我們吃飯都要坐包房 五指無桃煲 朱骨那種味道 真的很醇厚 這個燒鵝是令我最驚訝的 她說點對姐姐跟我說要不要燒鵝 我就問她什麼時候 她說正好燒起 我說當然要 皮脆肉 再加上柴火的香味 這就是客家人最經典的菜 客家燜豬肉 但我嫌它的酒味太重 而且豬肉有點酥 我在惠州的地界 很喜歡點客家羊豆腐 這個羊豆腐的味道真的很濃 很足 跟我們在市場買的一塊塊的豆腐 真的不一樣 特別在山川溪流磨黃豆 那支豆腐才是最好吃的 這個上湯九幾葉 我真的細想不到它的九幾葉味 真的濃度 你就吃過一兩片 就好像塞滿了整口九幾葉一樣 雖然在農村這地方吃飯 那些東西的材料真的特別 即是怎麼說呢 就好像那種吃雞有雞 吃魚有魚味 這餐除了客家燜豬肉 我覺得不太適合口味之外 其他都做得相當好 連貓房整台下來 你猜要吃多少錢 我覺得一定猜不到 整台人猜的價錢 唯一我一個人是10元之內的餐額 成為260元 我個人就覺得抵到難 吃完飯就開車逛逛工裝鎮鎮中心 綠花和城景依然都很不錯 但是這些樓盤下面的地鋪 商業指數近乎於零 這個樓盤叫山水花園 就正正在工裝鎮政府的旁邊 成為6000元一個平方 樓盤的環境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不過我就很好奇 究竟什麼人會來買這個樓盤呢? 現在走的這條路就是工裝鎮中心的鎮鎮道 這條路名叫商業路 果然夠通俗易名 兩邊有很多人擔車擺攤賣特產 還有生蠔賣 很明顯我來這個時間不對 如果我早上過來 肯定這裡百分之百有人襯墟 襯墟是趕襲的另一個說法 簡單點說就是附近的村莊居民 大家會在固定的日子 比如某個星期二或者某個自假日 就會聚在一個地方擺攤和購買 襯墟文化保留得最好的地方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廣西、貴州和雲南 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的地區 是一些商業繁華的少數民族地區 它的市集基本上每天都開的 不用特意選個日子去襯它 轉個彎就是我早上買雲吞麵的那條路 只不過雲吞麵在右手邊 我現在轉左就去了另一個方向 這邊的屋 明顯就比剛才商業路上面的要舊很多 開車開了十多分鐘 整個工莊鎮就基本上這麼大 比較典型的廣東鄉鎮建設的面貌 即是如果你這樣路過 想找個地方吃飯 都可以過來走一走 但如果要故意過來 我想還沒什麼必要 這兩天無論在博羅的縣城 還是下面的鄉鎮 給我的感覺真的漂亮了很多 特別是基礎建設 即是條馬路 正所謂人靠衣裝、佛靠金裝 就好像大陸有個行話叫 要自負的先收錄 露靚之後就是旁邊的樹 再加上藍天白雲 即是你看到哪裡都覺得漂亮 好像拱門的一棵樹 上面應該掛一塊牌 希望你再次降臨工莊 從結果來看 大陸這幾年花了這麼多錢 在這些村鎮的基礎建設上面 很明顯是有成效 跟我以前做領隊的時候 去到這些偏遠的地方 都是鄧下鄧下 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再加上現在的電商網購很方便 農村的生活也更加多樣化 大學生也開始回鄉創業 大城市的長輩 每個都說要花鄉下養老 莫非花鄉下真是未來一個驅逝 左右兩邊有一大片的農田 這些叫看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有私情懷疑 你真是下去耕半天試一下 第二天腰骨都直不起身 這次第一次做公路視頻 個人就覺得很不滿意 主要是環境音效和生活的問題 拍攝也不得竅門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惠州之行比較闖廚 沒有去一些很出名 或者很熱門的地方 但旅遊就好像人生一樣 正所謂無心插扭扭成音 今集時間到了 再見